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月30日下午成专列抵达香港 出席于7月1日举行的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并视察香港 当天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陪同下 来到香港科学院考察 同在港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科研人员 青年创科企业代表等亲切交流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在中央支持下 香港发挥自身优势 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创科产业发展等方面 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特别行政区政府要把握时代发展大势 把支持创新科技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进一步发挥好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令作用 今天习主席刚到香港之后 就马不停蹄赶到了香港科学院 来与香港科学以及科创界的代表会见 同时给我们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们非常的感动 讲话结束之后 我和包括香港大学的校长张翔校长都围过去 向主席问好 感谢主席来到香港 关心我们创科界别的一些从业者 那么主席也是给予了点赞 所以这个令我也是到现在一直是激动不已 习近平强调 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国家已将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纳入十四五规划 对香港有很高的期望 希望香港发挥自身优势 汇聚全球创新资源 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株联闭合 强化产学研创新协同 着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上海龙表示 习主席的讲话 点明了香港在发展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 科技从业者应把握好 这些优势和机遇有所作为 我听了习主席今天下午在科学员的讲话 那么他对着我们创科的从业者 威威道来 那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鼓舞 这个作为香港科学员也好 或者是整个香港的创业 科技创业者之一 我相信我们要深刻理解领会这些优势 带给我们的千载难封的机遇 牢牢地去用好 记住这些优势同时 用好这些优势 融入湾区 融入国家 将香港的创科 写在国家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这篇大文章上 上海龙说 主席的讲话令香港科研人员和青年创业者深受鼓舞 将发奋图强以香港科创所长 融入国家所需 那作为香港科技界的一名从业者 普通的从业者 我们认为呢 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 这个习主席这一次在香港科学员的重要讲话的精神 我们一定要牢记习主席对香港创新创业关心的这些指示 我们未来要更加奋发图强 更加努力地做好香港科创 同时呢 将香港科创与湾区以及祖国的需要融合在一起 以香港科创所长 融入国家所需